大家好,今次開箱是雷神 復仇者聯盟版 最後有個小比較 記得訂閱玩樂聯盟 接收更多玩具開箱影片 今次的包裝以灰色做基調配上主視角度 背面是官方的宣傳圖 配件除了本體外,有一塊的替換臉 轉鎚特效 五隻替換手 雷神之鎚和雷電特效 給大家看看配件 今次的SHF雷神是第一次以復仇者聯盟造型推出 在無限之戰和終局之戰後回到經典造型 令人十分懷念 而2015年隨著奧創紀元上映時 是推出過SHF雷神 不過太過早期,技術力完全不夠 所以今次BANDAI要推出SHF雷神 個人是有點小期待的 想收他的頭雕 第一眼的感覺不錯 外表英俊 象徵度都是一般 五菇亞比例跟Chris好似 有少少維和感 可能是觸致髮型的問題 頭髮顏色不像電影中那麼金 但可以接受 唯獨是前音這套很奇怪 十分不自然 這樣設計是為了方便換臉 令人有些回頭 練部引擦質素不錯 至少鬍鬍是清晰的 沒有攬得住 不過側面這部份有少少色差 就算另一塊臉和網上看 也有這個情況出現 髮型 採取兩段式設計 增強少少可動性 頭髮都有雕出一絲絲細緻出來 一如往常的穩定表現 跟電影劇照相比 可以感到歲月的滄桑 SHF的頭雕看上去 是跟這幾年Chris的樣子去做 缺少了當時的清瘦和美術感 頭髮的顏色不夠金 換上另一塊臉 可以在頭前半部拔下來 接著就換上去 只有視線的差別 如果再附上一些刨敲臉 或傷痕臉就更佳 身體方面深藍色做主色 中間輕裝甲有雷神標誌性6個圓形 包住鎖指甲 旁邊有紅色線條延伸到褲子 兩條手臂有銀色鎖甲和護腕 手臂中獎 護腕內包了一塊紅布 比較正統的上戰場裝束 下半身深藍色褲子沒有複雜設計 旁邊有紅色線條 然後是黑色長箱 有些簡單的銀邊做裝飾 紋理細節都不錯 鞋底有刻畫細節 紅色的披風是布材質 三邊藏了鐵線 方便把握定型 不過披風長度略嫌短一些 翻轉披風 背面造型十分簡單 只有黑色線條 有相當顯眼的板拳和中國製字眼更在中間 下半身同樣有黑色鑑條 配件方面有重用多次的雷神之除 這就不多說了 另外亦附上雷電的取頭和作更換用 重現發射電或者揮取時的動作 意外好玩 接著是今次的重點配件 千呼萬換始初來的轉取特效 一大塊圓形的透明灰件 中間是一些圓形的速度線 這位的設計由薄到厚 中間的灰色部分有一個可轉動的球形關節 和專用手連接 裝上後效果都自然 特效不會太重力的手對下來 除了雷神 亦可以給中國之戰的美國隊長玩下 可動方面頭腸可以左右轉 仰視角度差 虎視角度良好 胸腰可以轉動 前仰角度差 後仰角度不錯 手臂能夠90度橫抬 單關節屈曲 手臂有蝴蝶式關節 手掌都可以轉動調整 下半身腳能夠踢出90度 膝蓋屈曲度一般 後踢 後踢被屁股部件限制 幅度不大 腳掌可以調整 腳尖可以屈曲 然後同大家分享 今次SHF雷神和Loki的高度比較 接著是復聯3復聯4的雷神高度比較 忘記了放回珠神王分的雷神下去 今次的SHF雷神復仇者聯盟版 整體來說是值得購買的 畢竟是經典的雷神造型 亦是第一次在SHF上推出 雖然的價錢也包括雷神必備的轉取和雷電取的特效 只是買特效件已經超值 撇除了奇怪的頭髮前因部分 這波推出的貨 塗裝品質都不太好 看好多隻仍然有問題 就算我仔細檢查後 都是中了獎 但總括來說 這隻其實都算是不錯的SHF雷神 你又怎樣看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還有記得訂閱、like和share 下次開箱再見